各位早晨 我是五仔 我是希哥 我們氣5 晨早新聞報傳 希哥 天氣如何? 香港灰蒙蒙 受低阿曹影響 今天天氣不太穩定 多雲 間中有遭雨 雨勢有時頗大 還有狂風雷暴 最高氣溫約29度 吹和喚的南至西南風 大家都保持大傘 昨天最大的新聞 立即澄清匯豐那邊 厲害 說到銀行發通告 提醒香港客戶和海外 或者不能夠用到流動和網上理財服務 網上的人都已經議論紛紛 說糟了 我有些匯豐在手怎麼辦 有些人說我們的錢是匯豐 有些人說郭富城怎麼辦 因為郭富城幫匯豐賣廣告 之後他們就澄清說 沒有 如常可以如常使用 但為何會有這些消息流出呢 眾說紛紛 每個都不同 但他列出來 那張文章的確是這麼說的 國下如新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 及非本行客戶的設物使用下載 他真的說 他真的這樣寫 他打了一些東西出來 不知道可能他打錯了 還是試水溫之後不行 澄清 那真的 他們自己才知道 再說 香港的新聞都很厲害 昨天 新上任的警監會主席王佩詩 有事先走 但他回應傳媒的提問 即是問他的話都不回答 另外 在元朗那邊 好像打電話去報警 就是報不到 因為元朗警署電話系統故障 令到人又回想起 不知道何時的7月 那二十多日 就是 報不到警 然後就說 有需要就改成61481616 直至領行通知 有些網友說 顧障了很久 這些真的很敏感 是不是舊新聞 不是舊新聞 是昨晚 是昨天晚上6時多的事 另外 昨天說到有一個 在山坡裡有一條屍體 然後那個原來發現 是47歲的前教師 獨自行山 就死了 這個地方好像 希哥我和你都經常去的 是啊 所以你故意傳這個新聞給我 山頂走下去 那裡其實都算是超級入門的 超安全 在山頂走下去 薄芙林郊野公園 全程差不多都是石屎路 我們拍VLOG拍過的 我們上山頂 我們拍VLOG 你們找一下 希哥不用上山頂 有條片 他是不是下過魚 滲腳 滲腳 滲腳還是怎樣 因為他其實 你要死有得死的 那裡有山坡位 是的 他有些位都真的很斜 很闊的 但是 是不是滲腳 滲到那些位 滲到頭 這裏 我說是BB級的行山路徑 因為 一來 他是走下 不是走上的 二來 他就很闊的 這樣都可以 該死不用病了 47歲 姓張 曾經任職教師 這樣就拜拜了 都是要行山 有朋友陪 還有天氣好些 才可以去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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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說一下 很誇張的新聞 先 天氣雷達 遭到干擾 源頭不明 天文台就說 不是洩漏輻射 這樣 他說大亞灣和太平嶺 兩個天氣雷達受到干預 信號覆蓋兩個核電廠 多誇張 嘩 真的很敏感 因為CNN之前報道過 130公里台山核電廠 洩漏放射性物質 營運商更形容 有即時輻射威脅 去信美國求助 令香港人關注 蘋果讀者發現 天文台雷達 曾經受到異常回波 覆蓋核電廠 天文台當時已經澄清了 是源頭不明 這宗新聞 剛剛報的 希望大家 關注一下 沒什麼的 因為其實要走走不到 要避摸一避 所以說香港很多 隱藏的危險 銀行又不知道 你去外國就停了 因為它澄清了可能沒事 或者會有輻射 還有其實很多不同的 恐怖的東西 譬如 這個叫劉家棟 不是林家棟 劉家棟 在獄中 阻礙黑幫欺凌政治犯 被罰 獨囚水飯房 批這個懲教縱容作惡 其實這些新聞 你說欺凌政治犯 黑幫欺凌 在獄中 其實這些是 見怪不怪 我們十幾歲的時候 有些親戚 叫做入南童苑 說到裡面 真的橫行無忌 說到南童苑 也不是這些 成人囚犯 又說到什麼 阿sir 又這樣 真的很誇張 我偶爾都會說一說這些 不過今天是說新聞 免得說 不然人家說 沒有證沒有據 你屈他們 你坐過牢 你就知道了 叫他坐過牢的人出來說 他們也不敢說 怕進去 對吧 所以他不只是欺凌政治犯 他有什麼犯都欺凌 總之就是這樣 可以看看那部電影 高登闊少 什麼獄中什麼 黃宗堯 和那個 那個 不怕 總之裡面 真的很亂 真的是地獄 犯了事 進去那些地方 人家就會說一句 鬼叫你坐牢 所以經常叫大家不要犯法 你不會以為困住這麼簡單 什麼人都有 再說 在彌敦道 電單車和私家車相撞 電單車手撞飛十幾米 然後倒地重創 因為天雨露滑 始終下雨了 凌晨時分 一輛綿羊仔在嘉市居道 往甘肅街方向行駛 去到彌敦道十字路口 突然和一輛 沿著彌敦道 向尖沙咀方向 快線行駛的私家車 雙胸撞 嘩 然後一撞 一撞就飛出來了 所以說 電單車真的很危險 皮包鐵 所以這些 自己小心 好像是什麼 我看到另一個報紙說 是送外賣的 另外吐露廣公路 那輛貨車有片看 沒有龍 因為被一輛私家車撞到 你看看 很恐怖 斜了 它不是斜了 這麼簡單 它是先被私家車 然後S形 因為失控 就沒有龍 接著炒到彌敦道 差點撞到車營的私家車 所以天雨路說 那些交通意外是特別嚴重的 尤其是不太大雨 下過雨 毛毛雨 下大雨就不怕 它反而有防水 但如果你說少少雨粉 是最恐怖的 我講到恐怖 講到很多新聞給大家聽 有一宗是說 台灣 雲林 兩個月大的女嬰 喝了媽媽的奶 之後就撤死 原來媽媽在一天之前 接種了A2Z的疫苗 哇 這麼恐怖 恐怖 恐怖 打完針 基本上這些疫苗 本身是有低病毒的 有些病毒在裡面 讓你產生抗體 很多說打完針之後 你去驗會呈這個微陽性 有病毒 但嬰兒就去喝她的人奶 接著就吐血 吐血奶泡 吐血奶 吐奶 吐奶出來是血來的 你想想多恐怖 那邊就說 醫護就指接種後 是可以胃部母乳的 那你說沒有數據 這些就是數據 所以就說 喂 打完針之後會流診 香港就說沒有數據 台灣現在有數據 台灣現在喝人奶 都是會離奇撤死的 對於女嬰死因是否和疫苗 施打有沒有關係 目前進一步調查 要釐清她 當她沒有 她說 但有感染症狀專家 受訪的時候 就認為 不可能有關 台灣也有專家 不是 香港也有專家 是吧 全世界都有專家 是吧 那這件事 大S那時候說 沒有東西打 沒有針打 現在人家打了死了女兒 要不進去掃 那就不關她的事 她也不知道 她也不想 大S還是大S 她只是一個無知婦孺 大家都不了解 不了解 就是 所以就說 不要說什麼事不事 那這些 這些 萬中無一 都是叫做有一 經常說到生命多寶貴 多寶貴 現在這個也是生命 你說寶寶女有沒有吃其他東西 為何無端端會吐血 是嗎 就是 現在很多專家 又說分析什麼 但如果用人以前的角度 肉眼看 或者以前古時 就肯定我有事 但現在當然要用一個驗屍 唉慘 真是慘 好了 那我講一件大陸的事情 給你聽 我見到 有個阿伯走著走著 在一個地方走著走著 那那個物業管理 就清一張梳化 那我們的朋友 就是我做搬運公司的朋友 他們是拿一些繩子 調他下來 他不是 他整張梳化 在二樓就這樣扔下街 接著那個阿伯走過 就整張梳化押在頭上 啵啵 這樣 大陸就說他暈了 但我看 就不可能暈錯這麼簡單 但大陸就說他暈了 那就暈了 你說沒有人命傷亡就沒有 最後賠了一萬二千元 就是了事 你想想 這麼大張梳化二樓扔下街 押到頸 暈了 就說有沒有醒過 就是這樣 告訴你 整件事就是 所以我很敬佩那些人 粗中有勢 我的朋友做搬運 他們全部都 又怕派花你的地 又怕派崩你家的角 那些村屋那些 那些梳化大型東西 全部很細心 但你看大陸這些 小喇叭 一勢扔下街 整張梳化 就這樣扎到阿伯 然後 很恐怖 如果你們上網看片 嚇死你了 看到心都離開了 所以特地和你們說 做事要細心一點 好 另外 講回香港 有七宗的輸入個案 五宗就是變種病毒 五宗 那些什麼delta 那些 什麼什麼plus 那些 那些大件事 變種現在究竟 那些針頂頂得順呢 真是不知道 變種了 好了 又會不會再翻 還不知道 全部都要等人類 作出新的數據 真的 好 連續15天 沒有本地感染 究竟澳門和香港 通關之後 會不會帶來新一波的病毒 又要再試 你一定是小規模的通關 然後就大規模的通關 有些事不試過 怎知道呢 再說 在台灣 有一個新手的爸爸 以外被悶死了半歲的女兒 之後就自責 跳樓身亡 這件事可以希哥傳給我的 我說幾多次 那些 新生BB 不可以和父母同床睡 要睡覺 睡覺的時候 側身摘死她 這麼嚴重 不應該一起睡 是嗎 對 六個月長大 寶寶同床 安眠藥作用 哎 老爸吃安眠藥 這些也是 就未發現女兒 口鼻 就遭 這個棉被 蓋住 就窒息 是嗎 老爸吃安眠藥 吃得安眠藥那些 都是對自己 因為自己的 控制睡眠是很差的 就是本身的人平時都是 打算吃粒藥搞定 睡覺 這些人的生活質素很差 如果我見網友說 你們都有吃安眠藥 真的不要了 就戒掉它 那些藥是沒有用的 是大耳孔 你永遠都不會自己睡覺 難道你一輩子吃藥嗎 藥有三分毒 那你的肝是怎樣 那你的情緒怎樣 一旦有什麼事 然後 就沒有辦法 你一焗死那個女兒 即是和27歲的老婆爭執 情緒激動 就上了公寓六樓 一跳到街就死了 你想想 那女兒的死因是什麼 那女兒的死因就是那顆安眠藥 你說她要焗死 你不吃安眠藥 你怎會搞到 那女兒這樣 你又不知道 就算你不吃安眠藥 你睡著了 你都控制不了你的身體 我覺得 最應該就是 把嬰兒和父母一起睡 當然 所以這些 沒有教的嗎 出醫院那時候 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那這些就是這樣 那就搞到一宗悲劇出來 大家好好管理一下自己的生命 不要打算什麼都吃藥搞定 頭痛藥那些也是 治標不治本 斷到病癥 斷到病癥 斷不到病因 那今天的時間來到這裡 祝大家身體健康 希哥麻煩 一些意外可以避免 拜拜